新北市選委會要求他們針對宣傳的事情開罰 據我的記憶應該也是有檢舉給我們,我們轉給他的啦 對啊,除了轉的以外,你們有沒有主導發函要求新北市選委會 要求他們開罰 這是一個客觀的事實啊 到時候公文書都調得出來 現在雖然行政官員在國會上面說好沒有任何的責任 但是我相信政治責任會很清楚 我問的是一個客觀的事實 你們有沒有發函過 有喊給新北市啦,但是他那個 所以你現在答案更改了嘛 不是單純的轉嘛 你們主動喊給新北市要求新北市開罰對不對 沒有主動,沒有事實的話不會主動給他啦 但這個事實是哪邊來的我們要去查一下 你們針對你們曾經發函給台北市選委會的喊文 中選會這邊可不可以提供 因為現在兩邊一定有一邊在說謊 新北市選委會的委員告訴我的是 他們第一次已經把你們喊轉回去的 退回給中選會 說他們不要罰 覺得這件事情太離譜了,太可笑了 大免宣傳竟然還要處罰 新北市的選委會把喊退回去的中選會以後 中選會又再度主動發函給新北市的選委會 所以不行這個案子要罰 有沒有這樣的喊存在 我現在不要考驗你的記憶 因為剛剛主委跟我講 你也認為說86條是不應該去啟動這個處罰的 對於主委這樣的回答我非常的欽佩 所以我再三的跟主委講說 我不太確定有多少案子你還兜了黑鍋 現在把這些過去的函全都掉出來 我們看一看就清楚了 第二個 中選會有沒有因為在歌蘭委有活動期限當中 因為有人鼓勵大家出來投票 把整個案子移送給台北地檢署 要求台北地檢署去追究他的刑事責任 中選會有沒有移轉給台北地檢署這樣的案子過 因為那個涉及是不是有這個對價關係啦 沒有答案是有還是沒有 如果有這個 什麼叫如果有有就有沒有就沒有啊 我們都要按照這個 所以我再問一次你們有沒有喊請台北地檢署 針對在歌蘭委的時候 鼓勵大家出來投票 發的記憶文 有你們中選會喊給地檢署 要求地檢署開始進行刑事偵查 有沒有這樣的喊 有喊 有喊嘛 好 我們也照樣轉 沒有啦 你到底是轉的 還是你主動發的 我們到時候再說 包括我剛剛那個喊請中選會移移並提供 我現在要問一個下一個具體的問題 那個喊喔 發喊出去 蓋的是誰的章 中選會啊 蓋的是中選會的章 誰決定發這個喊的 誰決定發這個喊 是中選會開會議決議討論 還是中選會哪一個官員決定發這個喊 還是主委你個人決定要發這個喊 這個喊 因為檢舉案件大概有八十幾件啊 包括各機關來的大概九十幾件都有 所以我們就是有來就轉 有來就轉 就是沒有經過中選會的委員會討論對不對 因為這個不屬於這個 好嘛所以答案就是沒有嘛 那這些喊轉出去都是主委你點頭的對不對 對 只要是對外的喊都會經過主委批 所以主委你有贊成說 有你的名譽從中選會主動發喊 不管是給新北市選委會要求他採訪 還是要求地政 還是要求地檢署啟動形式的追訴 所以我為什麼要講這件事情喔 就是說 今天你們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如果是對待像我這樣的人 我有法律訓練 我接到地檢署的喊 我其實 心裡面上面對我的壓迫不會很大 我只是單純去然後跟檢察官講 然後我當場跟檢察官講說這件事情非常的可笑 然後我還告訴檢察官 我就問檢察官 你怎麼會辦這麼無聊的案子 他說他不辦不行 中選會轉來的 中選會要求要查 我個人只是浪費時間 我沒有關係 但是你知道嗎 頭一天我去 有兩個 他們只是單純誘為 他們要行使憲法上面的直接民權 結果出現了什麼樣的現象 竟然接到地檢署的傳票 那兩位年輕人 我那天在台獨地檢署 看到他們的時候 我心情有多不忍 嚇得要死 說我們到底做錯了什麼事情 我們鼓勵大家出來投票 竟然要接到檢察官的傳票 我本來以為我們國家的檢察官的素質 也是不會混淆去做這樣的事情 結果檢察官給我的答案 是中選會轉來的 我接下來要問一個問題 主委您認不認爲說 中選會的演員所做的決定 雖然中選會是獨立機關 必須要向公眾負責 那是當然的 好 這一次台北市 學委會的財法 雖然個人也很不滿 台北市學委會有要負的責任 但是中選會這件事情你們也有干系 去年台北市學委會 是不是要求你們申請釋憲 關於釋憲這個問題 我們 你們否決了嗎 我們委員會提的意見是認為 你們的會議紀錄我看了 我下一個問題要問的是 這一種重要的對世型的投票 中選會的演員 誰贊成誰反對 主委你贊成以後都要列明記清楚 要不然未來有關於整個 政治公共問責責任的追究 根本不想要找誰去追 主委你認為就是寫一個決議 還是出席的演員 誰贊成誰反對 應該要記明寫清楚 我們就現在的制度跟過去的運作來講 我們並沒有在每一個案子都投票